像板橋 像淡水 這個如果說呢 你假設要把它去掉的話 可能就是什麼 一般的做法是把這個重新再刪掉 重新來過 但如果你想說老師我不想要重來 我可不可以把那個資料刪除之後 然後呢 直接就更新就好了 其實可以的 一般人不知道有些功能 那就變你要重來過 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一請你去找到 板橋樹工淡水證這些資料 並且把那一列 那一列給刪掉 那可是問題來了 總共淡水好像有四個吧 淡水一個板橋有四個 那我們基本上是這樣 當然你不要傻傻 切換到原始資料 當你要找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Ctrl加F 應該都會吧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輸入 比如說我今天 假設要找的是板橋式 我就輸入到板橋式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讓它直接全路尋找 它就會呢 幫你列一個清單 就是說呢 你這個工作表裡面 有幾個 這個關鍵字喔 這個這個油表 可能還是要放在那個地址的這一欄裡面 它有找到有四個 可是一般是這樣 如果你點一個 理論上呢 當然你不是叫你按Delete掉 Delete的話呢 它等於是說 把那個資料給刪掉 那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這樣 就是喔 我把它Ctrl一下 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我把這三個選起來 那選完之後 特別是喔 你不能直接按Delete 如果Delete的話 是把那個儲存格子 是要刪掉 那你 假設你是希望把它整列刪掉的話 特別是你可以結合一個功能 常用裡面喔 有一個叫刪除 那不是直接點刪除喔 刪除旁邊有一個箭頭 那因為我是要刪除的是 不是儲存格喔 而是刪除列 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要刪除的是整列的話 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還蠻好用的 不然的話 有時候可能 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便還是圖把鏈乾 很花時間 那刪除工作表的列 點下去 那這幾筆資料呢 就會全部把你刪除掉了 那刪除是整列 而不是 而不是這個儲存格而已 另外一樣 就把那個淡水鎮找一下 尋找 那特別注意喔 油表一樣 是放在這個 這個工作表 這一欄裡面 尋找一下 有找到了 找到的話一樣喔 找到之後呢 請你用刪除 這個刪除工作表列 點一下 那這一列就被刪掉了 OK 那基本上就不會影響 原來資料的結構 但是呢 你刪完之後 你再把它切到 剛剛的這個資料 這個數目分析表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資料 基本上還在 但水縱跟板橋式 都還在 如果你要讓它更新的話 我剛好用過類似功能 有沒有 請你找到什麼呢 找到我們 我們數目分析表裡面的選項 有一個叫做 所謂的 重新整理 有沒有 你就把它按一下 重新整理 你會發現 欸 全部重新整理 這邊還有一個板橋 欸 剛剛好像沒有刪乾淨 你看 是板 這個裡面喔 Ctrl-F 板橋 剛剛刪的是沒有徹底 全部尋找 還有一個 再把它刪除 刪除列 刪掉 如果你假設前面資料有變動的話 你再切過來 一樣做重新整理 欸 這樣資料都不見了 OK 其實圖的部分也是類似 如果你像 這邊有沒有 假設你這邊重新整理過 資料有變動的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重新整理 它一樣這個圖 像這個圖 就沒有剛剛那些資料都不見了 OK 所以 就可以馬上連動 所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那個 這個這個 重新整理 你就不需要重新再來過 OK 所以 這個部分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我剛剛 比較重要部分就Ctrl-F 然後尋找到之後記得 刪除的話 請你用什麼 刪除工作表列 所以 這個功能 還蠻好用的 因為之前 馬上同學不知道這個功能 都會刪掉裡面的儲存 但是 其他資料都還在 那就會 變成還是得要手動刪 這個不用 這個功能 提供你會參考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 也許我們就把它 關掉存檔 你就把它儲存 它儲存 它儲存 它會問你說 它沒辦法存 CASB 所以你按 否 否的話再把它存成 Excel的格式 按儲存就可以 不過還有另外一點 因為這裡面 假如你有從 我Google上面 貼上 自訂函數 千萬注意 存檔類型 不能只是存成 預設這個活躍布 因為它如果裡面有VBA或聚齊 的話 一定要選擇第二個 叫做啟用聚齊的活躍布 那最大的差別是它 副檔名是XLSM 或是XLSXX OK 插在這裡 那兩者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存錯格式的話 你如果存成這個 你裡面的VBA就會全部消失 而且它等於是把你刪掉 都不會存檔 OK 所以特別是 你如果存錯檔 你如果寫程式的東西 都沒有幫你儲存 而且不會不好 所以特別是 一定要存成這個 XLSM 然後它就是其中距離活躍布 把它儲存 這樣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再來的話 請各位再開啟 那個下一個 下一道 因為我們理論上 有七個範例 我的預先規劃是 一個小時上一體 所以可能會有 時間上的 這個進度的 這個部分 那待會請各位再開啟 那個通訊 產品統計 OK 那你打開之後 這個部分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 這個表 第一個 就我剛剛講 我們一定要注意一下 正規化的問題 因為它這個表 當然上面有欄文明 沒有問題 可是它裡面有 跨欄字中 所以怎麼辦 你必須要什麼 如果你看到跨欄字中 一定要把它去掉 那去掉的方法 這邊有個什麼 把跨欄字中點開 但問題它比較麻煩 跨欄字中變成 如果三個變成 你下面要自己 再把它加回 如果它變成說 就自加一 所以你向下填滿之後 可能按砍鍵 它好像就不會自己加一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整個 全部都把它 合併儲存都拿掉 然後呢 你就向下填滿的時候 記得按砍鍵 按砍鍵 按砍鍵 它就等於是複製 不然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加一 有 A01變A02 然後這邊把它往下 但問題 你再來第二個 這個 Ctrl鍵按住 向下拖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 怎麼解決 第二個問題 就是 不對啊 如果這樣要蘇紐分析的話 我應該是想要查的是 做這個蘇紐 不是按照編號 而是按照它的名稱 所以旁邊剛好有一個 所謂的 這個 對照表 那所以第二個 如果你今天是要 根據不同產品 不同區域 做蘇紐分析的話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 請特別注意 一定要把編號 變成名稱 否則的話 現在顯示就是編號 編號 你現在給人家報表 上面都編號 是看得懂 所以一定要把它 再恢復成 所謂的名字 啊什麼名稱 通常會在編號的 右邊 插入 一欄 這個名稱的話 就是 在旁邊加一個欄外名 就是那個什麼 產品名稱 把這個欄 就複製過來好了 那這邊在 區域編號的右邊 再插入一欄 叫做區域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可是問題啊 我要怎麼樣剛好 把這個編號變名稱 應該各位有用過吧 就是那個 view函數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而且這個是蠻標準的 所以我們可以 在這邊插入那個 檢視與參照 的最下面一個 就view函數 那Luca的這個value的話 就是這個詞 table array 就是這個 這個表 這個表 大家一般選取 建議是不要選到欄名稱 就是這個表 比如說這個名稱 在這個表裡面 幫我查 幫我查詢一下 那查的話 一定是查第一欄 就是這個表裡面的第一欄 T001有 幫我把第幾欄的資料帶回來呢 第一欄在這裡 這個是第二欄 所以我需要的是第二欄 幫我把這個名稱帶過來 那Range Lookup 就是說 那你要找完全一樣的呢 還是說 如果找不到 找接近的呢 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要不要找完全一樣的 OK 應該是 應該是 要不要找接近的 應該是什麼 因為 如果你打0的話 就false false 就不要 意思說 要不要找大約接近的 那如果你輸入1的話 就是要 或者 你 輸入0 對不對 0在 無論是 一色 或者是任何程式 都 等於 等同是false OK 所以 你這邊打0 可以 你也可以打false 不過 當然 為什麼我喜歡打0 因為 0 很簡單 你如果打false 因為你要拼 這個false的字 當然 大家想也知道 以後的話習慣 就打個0 0就是false OK 對 那1的話 那是false 所以如果你要找接近的話 你1也可以 如果你打false 也可以 那所以 第二次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有些開關上面 上面會寫0跟1 有沒有 很多開關都寫0跟1 以後你記得 0的話就關 1的話就開 有沒有 很多人看不懂 但我其實因為 這關係 所以我還蠻清楚 0就是關 關 就是false false 就是no true 的話就是1 OK 所以這邊的話有輸入0 輸入0之後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要找完全一樣 按確定 那我就把名稱給查過來了 好 那向下填滿的話 記得一定要把這個範圍給縮起來 哪個範圍 記得 這個固定的範圍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 i2到j4 記得 喜歡按F4 或者在 2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在4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因為等一下我要向下填滿 這個範圍 你不能說向下填滿 自動幫你加1 所以不加1的話 記得在2跟4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然後再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這個 rule函數 我想這是比較基本的 這樣蠻常用到的 OK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查出 這個產品的名稱 那產品再來就區域編號 變成區域的名稱 那怎麼把區域的編號變名稱呢 一樣 所以這邊一樣 插入這個 一個 rule函數 然後查什麼呢 查這個編號 去哪邊查呢 去這個編號範圍 一樣 不要選到 藍位名稱的底下資料 那我要的一定 比對一定是比對第一藍 那我要第二藍 所以這邊輸入2 跟剛剛一樣 因為只有兩藍 然後呢 比對方式就直接輸入0 然後我要一模一樣的東西 因為這邊應該沒有A04以外的東西 A01到04 這樣確定 那一樣向下填滿 那不會向下填滿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範圍還是要把它鎖起來 鎖哪個地方呢 記得把L2的2鎖起來 把M5的5鎖起來 為什麼要鎖列 主要是向下填滿它會自動加1 原來如果你不鎖的話 這個地方 它變3 6 再來變4 7 自動加1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掉 這個問題的話 一樣就把 這個L2的號 前面加一個淺的符號 然後鎖起來 按個打勾 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再來做後續的動作 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第一步 先把那個合併 初中哥去掉 然後再把它查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那各位可以參考 就是第幾月 應該是從第三十三 三十四月 三十五月 三十六月 這邊其實就是我剛剛做的動作 包含就是 怎麼把那個相關的東西查出來 那查完之後的話 再來呢 我們就要建立 利用這個資料呢 建立樞紐分析 假如說 我今天希望得到的結果 就類似 漲得像 後面 如果現在 想要做個表 做出 這個 第 這個 第幾頁 第六十四頁 六十四頁這個 這個表 如果現在想要做出 六十四頁這個表 叫做通訊產品報表 OK 通訊產品報表 那我該怎麼做 請問一下去試試看 六十四頁這邊 切到六十四 就類似長這樣 那當然 這個六十四頁的表 我們是黑白的 大家知道一下 那 主要大概會有幾個 第一個 我們底下是要 除了統計什麼 這個 產品的名稱之外 還要統計什麼呢 統計兩個年度 兩個年度 所以將來呢 我需要取得哪些資料 才有辦法做出這個圖出來 你要蠻清楚說 我以後做出的圖 那我應該先取得哪些資料 讓它變成這個圖出來 再來的話 再讓它美化一下 怎麼美化 也許 請各位先試著把 剛剛我做的這個動作 逐一把它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待會再來看 怎麼樣再把需要的資料抓到 然後做出要的結果來 然後不可以把它稍微美化一下